大家好 欢迎走进风刺说体育 这一期我们来聊一下中国羽毛球队 中国羽毛球队目前正在印尼参加印尼大师赛 比赛已经进行到四强阶段 那么中国女语这次表现得非常出色 在女单方面四强中有三名是中国选手 陈宇飞和何宾娇将要进行半决赛的争夺 然后韩月要对这泰国选手英达农 所以呢中国队对这枚金牌已经是势在必得 不管英达农能不能战胜韩月 那么对手是陈宇飞和何宾娇的胜者 英达农都是难以有胜算 毕竟陈宇飞和何宾娇现在状态正好 然后呢男单方面中国队没有人进入四强 老将陆光祖也是被淘汰 李世锋也是一次食物中毒退赛 还有男双方面中国有两队选手闯进四强 这与之前的泰国公开赛和汤姆斯杯的表现 真的有是大相径庭的表现是天差地别 中国男双现在是中国五个项目中最弱的一个项目 中国男双如果能够在这届大师赛上取得冠军 取得更好的成绩 那么对于重振中国女毛球男双将会有非常大的作用 女双方面呢其实就一对中国选手 陈金正和贾亦凡是打进了四强 但是呢他们这次冲金的难度非常大 毕竟目前的话陈金正和贾亦凡的状态并不是很好 在哄伤方面 黄东平和王一丽的黄牙组合被淘汰 然后亚斯组合是进军的四强 半球赛要对阵一对韩国选手 其实亚斯组合才是最值得信赖的一对中国选手 虽然奥运会输给了队友而没有夺得冠军 但是他们这几年的稳定性确实压倒其他的红双选手 希望呢中国羽毛球队在这届羽毛球印尼大师赛中 取得更多的冠军 中国羽毛球队只有不断的在这些大师赛公开赛上取得冠军 才能把队员的积分建立起来 特别是男单的一些参赛期位以后才会多 还有红双男双女双这些方面这些项目 都要尽可能的去跟外国选手去争夺去拿到冠军 现在中国羽毛球队不是世界霸主的地位 每一枚金牌的获得都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 现在中国羽毛球队正在风口浪尖 希望呢张军能够把这支队伍带好 在李永波退了之后 张军勇敢地承担起了中国羽毛球队的重任 现在虽然是有一些低谷吧 但是我们坚信中国羽毛球队能够在奥运周期 在巴黎奥运周期能够出一些成绩 好了这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